晚上罵 罵你喔 因為是你徒弟嘛 對 說你為什麼叫出這樣 你教得好 可是他們都沒有 董哥 那你怎麼看 其實我都一笑自知啦 因為我知道 我知道很多人他可能有他的一些想法 或者這些想法有時候會改變 那就是由個人 那有些人是代表懷悔案的意思嗎 那不只他 我以前非常多朋友 你說經歷過很多人都會有改變 那你就覺得尊重他 那後來會又變 後來會變了也會有 但是比較難啊 那師傅你覺得你的高土有變嗎 我覺得一點點但是還好啦 可容忍範圍內 可容忍範圍 看他有沒有非常的跟我們不一樣 我講一個例子 師傅真的很會講話 我們不一樣 我講一個例子 我們以前有一個 跟我們很熟的也是媒體出身的 在報社跑了大概十幾年 我們很要好 他跟唐香榮也很要好 他有一天跟唐香榮講 香榮我決定改頭利盈 我也不要再幫 站在我們的藍營立場講話 香榮說我也不是藍營 我們也會罵利盈 我們認為我們比較自利 然後說你為什麼要這樣 他那邊才有市場啊 就跑過去 師傅有在隱身什麼嗎 沒有啦沒有沒有 我們不是講這個 後來他真的去了 就變得非常利 利到我們每個人都不認識 董哥真的太高明了 完全不帶任何髒話 沒有沒有沒有什麼髒話 我那時候看了真的嚇一跳 因為那個朋友跟我們是非常熟的 所以董哥也習慣了啦 不足為奇 沒有 因為明天是禮拜三開始 可是我看應該不會怎麼樣吧 他們說要去三天嘛 青年要去三天 我們鄰居啊 他們也都會看我們節目 他們最近情緒上就是覺得說 好像選舉沒有用 因為選輸之後呢 民進黨也沒有要跟你認輸服輸 就是用各種方式不認帳這樣子 所以他就覺得看了也很 而且現在也沒有下一次 還選舉離很遠嘛 所以他就覺得看了也沒用 只是他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的選舉是選出來了多數的 不能貫徹他們想做的事情 而且我選你的時候 其實你告訴我 你就是要這個國會改革 所以才投給你啊 結果你去兌現你的選舉的政見 結果另外一方輸的 就用各種方式跟你賴皮 因為台灣的民主是民進黨 寫上的才叫做民主 由他們來解釋 他們過去馬上就選票勾辦 立法院勾辦 他們也不認帳 他也是天天到街頭 然後配合那些社運團體 大家去鬧啊 然後說馬上就你不能代表人民 我勾辦是我不能代表人民 我立法院也勾辦 我不能代表人民 他們就玩這一套啦 那後來因為那時候的國民黨比較軟弱 然後加上立法院有一些內應嘛 所以國民黨就兵敗如山倒 簡單講就這樣 那民進黨現在覺得說 我過去八年為所欲為 蔡英文時代我為所欲為 現在沒辦法為所欲為了 所以又開始把那個 過去的手法又拿出來用 他現在還是回所欲為啊 你看他的立法院開會真的是 真的是很折磨人耶 是 但是他現在呼喚出來的 就是他的基本交易派 其實因為剛選完大家都很疲累 不想再選 對 那他弄出一件議題 告訴 一言之我要罷免你 我怎麼樣 好像大家都很害怕 或怎麼樣 其實 還有人在那邊跟著鼓吹 說越言之危險 我先插播一件事情 明天國民大會州長快報 我們直播 中午十二點到兩點 十二點到一點的部分 是我個人來講時事 一點到兩點的時候 我們會邀請特別來賓 民進黨的立委 這個陳婷飛 那我們明天也會有一個抽獎活動 題目是現在可以講嗎 還是明天 明天講題目活動 所以 準時看我們的直播 我們會有抽獎 有獎 真打 明天找陳婷輝 對啊 我們金門有很多鳥 他飛到金門就停下來 忘了飛 金門很美 要多多介紹我們金門 怎麼突然 所以董哥下次要來直播講 那個 你都補 金門我去過 對 金門快要Landing的時候 整個島一覽無遺 對 這個時候氣剛剛好是很漂亮 剛剛好 配合我們這個產品 因為前陣子都有霧 很多人覺得說 到金門很 其實我覺得金門很好玩 很好玩 金門吃的 也不錯的 那個粥嘛 粥好吃 對 然後 我覺得東西很多很好吃 你不要一百塊就吃得這麼爽了 對不對 可是以前金門那個粥 他們都說要熟的人才不用排那麼久 而且我跟你講金門的蚵仔麵刷